好 OK 剛剛看我同學 我跟陳明慧我們兩個是大學同胞同學 然後看我同學講的天花亂碎 我實在想說 哇 我隨便怎麼看一遍啊 OK 那 等一下我來講一下這個 所謂的過去幾年 我們在推廣這個所謂的 這個原住民的 這個所謂的原家部落養殖的這個計畫 那我所 就是說過去幾年我所看到的一些東西 那提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 我講話呢有些快 然後 聽我上課的人大概都知道 尤其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我們學校的學生都把我叫F1 賽車 也就是講話特別快 那 有些時候我真的講得很快 所以你們可以暗示我一下 欸老師看完美 好 有時候不知不覺 然後呢 我是中心大學的 動物科學系的老師 那也是現在兼我們那個 訓譚試驗場的廠長 那剛剛呢 我的同學呢已經有講到了 從大午生機 整個幫原鄉部落養殖的這個故事開始 那我坦白講 十年前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會來參加這個計畫 然後呢 會來幫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知道我同學 開始幫那個大午部落 協助他們 這個所謂的原鄉部落 然後他們的整個 那個什麼原鄉重建的開始 然後呢 那我本身自己又是學家禽森林的 所以呢 我就被 就是 或多或少就才遇到一點 那三年前呢 又剛好接了我們學校的 我們系的這個 續產試驗場的這個廠長 所以呢 連帶了整個這個 所謂的 原鄉部落的這些 土雞 他的小雞的這個供應 又從我們這個牧場 開始供應起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的 我們這裡頭呢 這是我們學校的這個牧場 那左邊這個地方 主要是養乳牛 我們右邊的這附近 這邊的大概都是養 我們大概有17棟的基盛 是養所謂的基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 我們 怎麼講 這個我們學校的這個 所謂的土雞這個部分 開始從1982年 我們系上的李恩白老師 那時候他剛從美國學成回來 他開始 去台灣各地 把當地的一些特色的這些基種 然後可以把它收集起來 那保留資金 所以目前為止 到我們 整個我們的 這個土雞保存中心裡頭 大大小小加起來 國外的加起來 大概有超過21種的 不同品氣的一個機種 OK 那你可以看到了 這裡頭呢 我們的這些土雞裡頭 大概有六大 保存機 這個都是非常原始的 台灣本地的這個機種 然後呢 你們可以看到的 新立土雞 我剛剛才在講 這個是當初從 新立的仁和尊的部落裡頭收集來的 花豐土雞 然後呢 另外的這個 十七雞 十七雞這個其實是 那個叫什麼 大陸的這個機種 那個時候在 19 1980幾年那個年代 偷渡進來 所以呢 這個大概是全台灣 大概只有我們那邊有 另外呢 有金門的這個機種 我們這個所謂的土雞的 這個富裕的故事呢 金門雞呢 扮演一個很大的一個角色 因為那個時候呢 大概 大概差不多五年前六年前 那時候 新的縣政府呢 突然知道說 我們中心大學 保有他們金門的原始土雞 可是金門那邊已經完全沒有了 然後呢 他們就找上我們 希望說他們能夠富裕 因為呢 金門縣政府想說 那金門呢 有高粱酒 金門有牛肉 那是不是還有什麼 一些比較特殊的 OK 他們可以吸引光光客 留下來的一些東西 所以呢 突然知道說 有這個金門的土雞 以後呢 他就找上我們 那很有趣的是 這個金門土雞呢 也是大概民國八十年 我一個學弟 我的直屬學弟 他是金門人 然後呢 他呢 回金門了之後呢 就帶了 大概前前後後 帶了兩次 也是大概帶了三四隻雞 把金門土雞 帶到我們台灣來 從此用了這個金門雞 在我們那邊就保留下來 可是呢 時隔二十年三十年 金門本地已經沒有這些雞 那反而呢 變成說我們那邊才保留 所以呢 我們呢 大概送貨回去的金門敘事所 送了兩批 大概中間割了兩三年 因為他們中間有一次 是被那個 排鋒把敘事摧毀了 所以我們大概 分了兩批送過去 然後呢 如果每批送完 第一批是300隻 第二批好像是400隻 你知道 全部現在金門 總共在養的金門土雞有幾隻嗎 兩萬隻 到目前為止 已經超過兩萬隻了 等於是一個 把這個 所謂的 他們的土雞 再回到原鄉飼養 然後把它飼養成功 那這個其實是 很令我們 感到驕傲 我同時也感到一個很欣慰的事情 因為呢 打從民國71年 1982年開始 我們系上的李淵白老師 一直到沈志榮 老師一直到我 OK 我們在把握這些基種 實際上說實話很可憐 因為呢這些金費 大概差不多民國88年以前 也就是省農林廳 這個還沒動省之前 每年固定農林廳 就是幾百萬部下來 讓我們把這些種 可是呢 從動省完以後 開始 OK 就變成農委會 那農委會呢 每年呢都是 或多或少 用申請計畫的方式 給你一點 給你一點 然後呢 越來越少 大概從最近四年 零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 金費 要去把這個種保下來 那我們一年的這些 從以前 我記得 那個時候 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系上的 這些土雞的保育種 全部的成績 大概有五千隻 現在剩一半 OK 現在剩一半 只剩兩千五 沒辦法保留 那麼大的一個族群 所以呢 因為金費這樣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還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死生或應生 還是把這些雞 雞種把它保下來 像我們這些雞 一年的 經費 人事經費 和私料加一加 大概要三百五十萬 那我們的這些雞的所得 其實 大概 大概 不夠的這個部分 OK 大概都要達一百多萬 都要靠我們的乳牛這個部分 賺錢的來補這一些 OK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把這些雞給補下來 把它保下來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的 我們這邊呢 我剛講的十旗雞 金門雞之外 另外呢 還有這個足旗雞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機種 這個是嘉義 那個很原始的一個特色的這個機種 然後呢 另外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俄眉土雞 後面這個 應該是 花東 花東土雞 跟俄眉土雞 這兩種雞呢 其實都是鬥雞血統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體型 一般的土地稍微大一點 然後那個脖子比較長 腳比較長 因為是鬥雞 然後那個機關會比較小 然後要攻擊別人 所以機關就比較小 然後攻擊別人 腳比較長 脖子比較長 這兩種 這兩種大概都是所謂的鬥雞血統 然後呢 這個俄眉土雞實際上呢 是從新竹的俄眉巷收集來的 那個也是當地的特色的一個機種 那我們知道 苗栗新竹這一帶 客家人很多 而且客家人都喜歡吃什麼 吃煙雞 OK 後來呢 那我們就發覺 客家人吃的煙雞裡頭呢 在 大概呢 苗栗吃的煙雞 體型比較大 OK 那機種比較不一樣 然後呢 如果是大概 苗栗以北 就是新竹那一帶 他們那個煙雞的體型比較小 那他們煙的那個機種 就是苗栗以北 煙的那個機種 叫做竹北法 OK 那我們猜竹北法 大概的祖先 大概就是他 就是俄眉土雞 OK 1982年當時蒐集出來了 我們大概 九月份 才送了一批 俄眉土雞 回去俄眉巷 我們也是希望看 能不能仿造 這個所謂的 那個什麼 那個 金門機的這個模式 把這個俄眉土雞 在俄眉巷再賦育出來 然後呢 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是把一批新立土雞 送到新立家 OK 那希望也是可以 仿造這個模式 把它推廣起來 然後呢 除此之外呢 這個祖洗的這個部分 我們裡頭又有分 所謂的白的跟黑的 所謂的白呢 就是 最原始的祖洗土雞 其實它是黑的 跟烏骨雞一樣 OK 但是呢 它的黑呢 只是皮膚稍微黑一點 可是它的肉是白的 然後呢 骨頭也都是白的 當然不是非常非常的白 可是呢 時隔二十幾年 家庭的祖洗 已經沒有他們所有的祖洗烏骨雞 台灣話就叫做烏壁雞 OK 腳眼鏡沒有了 我們那邊呢 保有白的 然後呢 我們系上的老師呢 就用所謂的配種的方式 把它再復育回去 OK 復育出黑色的 這個 所以這裡有兩個不同的 的品系 好 這是我們稱之為六大保種雞 除此之外呢 我們稱之為四大育種雞 這四大育種雞 這幾年呢 就是來自於1982年 也就是民國71年 當時我們市面上所謂的土雞 OK 市面上最多的那個土雞 然後呢 這市面上的這個土雞呢 我們把它保種下來 把它保種下來完 以後呢 我們這道土雞呢 就長不快 蛋不多 OK 跟白肉雞比長得非常慢 跟蛋雞比又不太會下蛋 所以我們西藏的老師呢 就從這個原始的這個基種裡頭呢 把它開始去培育 會下蛋的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L 長得比較快的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B 然後呢 會下蛋 顧名思義 他在選這個基的時候呢 就選母的 然後呢 長得比較快的 當然就選什麼 選公的 所以就分出了L跟B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基的研究裡頭 不管是基 其實鴨、鵝都一樣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他們整個遺傳上的一個問題 就是 你只要長得快的 他長大了就不會下蛋 他的產生率就很差 同樣的 你只要產生率好的 很抱歉 他就是長得很慢 可是這兩個是完全被盜而死 所以這個我談到一個 我們學術上的一些東西 所以呢 我們那個老師呢 就從這個L裡頭 再去把那個長得比較小的 OK L是會下蛋 不 應該說L裡頭長得比較大的 L是會下蛋 他長得比較大的 又把它公的分出來 所以又分出了一個D 然後呢 在這個B裡頭 我剛剛講的B長得很快 不會下蛋 可是他要從裡頭呢 長出 跳出一些 長得那個什麼 呃 比較慢的 OK 所以又分出了一個S OK 所以我們總共有所謂的 這四大保守基 但 他的祖先 就是1982年 當初 市面上的一個 叫做土基 除此之外呢 那我們有其他的一些基 比如說 日本民谷物土基 日本有三大 土基 其中民谷物土基 是其中一種 這個也是我們當初 應該也是跟日本那邊交流的 引進的這個基種 因為從今天 清流港爆發 2013年爆發清流港完以後 國外的只要有爆過清流港 基種一路不停進來 所以包括日本現在也沒辦法進來 這個都是以前才有辦法 包括北清流基 OK 這個基也非常非常好吃 那個肉很細 然後呢 我們那邊也是一樣 有存種的烏骨基 這個也都是從大陸的原疆 烏骨基的原疆 好像是 安慰欠河的樣子 從那邊進來的 這個北清流基 存種的烏骨基 這個實際上去世所那邊也都保有 那甚至去世所的 最原始的台灣土基的 那個選拔的那個體系 大概也都是1988 82年83年 那年代台灣市面的那個土基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其他各式各樣不同的 的一個土基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可以看一下 那這些基的這個照片 OK 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這裡頭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所謂的 V系的公基 V系的母基 V系 V系母的L2 各式各樣的 你可以看到這名古屋的基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只要這些基裡頭 你注意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特點 17基 這個是大陸的基種 你看他的腳 黃的 其他的土基 全部是黑的 OK 其他的土基 都是黑的 如果是花東的話呢 是有點接近黑黃 黑黃色的 OK 在母的這個部分 風的部分就是全黑 另外一個 油基 他也是全黃 除此之外 只要的土基 大概都是黑腳 OK 然後呢 實習基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跟你們講 這個實習基 有沒有人去過大陸 海南島的 有沒有去過海南雞飯 什麼雞 文昌雞 OK 很有名的一個海南雞飯 就是用文昌雞 但文昌雞 等一下會講到文昌雞的case 文昌雞的一個特點就是什麼 他的骨頭很細 那個肉也很細 OK 雖然那個雞的體性很大 可是他骨頭非常非常細 皮非常薄 那個腰感非常好 然後呢 文昌雞的祖先 就是實習基 OK 就是這個實習基 當然大陸的文昌雞也經過一次的一個浩解 我當然會跟你們講到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有各式各樣講的不同的一個土基 那我坦白講 我們系上這20幾種土基 我幾乎每一種都吃過 然後呢 幾個很不一樣的部分 這個口味 我當然可以跟你講 這裡頭腰感最好的 就是 那個什麼 台灣話講這個很Q的 OK 皮很薄 然後咬那個肉的時候 你覺得很 不是咬不下去 是很Q的那種感覺的 竹琪 那個竹琪的這個雞呢 吃起來非常非常的Q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其實竹琪雞 如果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冷盤 醉雞是最好 醉雞 醉雞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這裡頭呢 肉甜的 這個 B系 L系的這個 也是中間紅衣1982 這種非常非常的甜 其中呢 有一個比它更甜的細菌雞 這個美蘭都吃過 他也都知道 OK 美蘭在那邊 這裡頭 金門雞你也吃過 OK好 金門雞的那個肉 非常非常的細 跟那個 細菌雞差不多 然後跟油雞差不多 但是金門雞的那個部分呢 它的那個 肉 應該是說什麼 就是說 你如果是燉湯 九燉 比較不會辣 細菌雞比較容易辣 OK 所以這裡頭的這個雞 每一種每一種都有 差不多的一個特色 像我大概差不多 八月份 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去谷關 谷關 谷關那邊也是有一堆 他們種果樹的農民 然後養我們這些雞 然後呢 他們呢 我們有 好幾種不同的雞 信義雞 然後呢 紅綠1982 然後金門雞 然後甚至還有豬奇 然後呢 這個雞殺完以後 全部擺掌 不加任何調料 然後呢 全部盲測 也就 我們吃的 不知道這些雞是什麼 吃完以後你來比 看哪一種口味最好 大家來比去 OK 排出來的結果 第一名 OK 中紀風雨1982 跟信義 兩個並排第一 然後呢 第四名 OK 也就最後雨的這個部分 是 祖奇 但是呢 祖奇為什麼就是第四名呢 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祖奇本身 它的肉沒有那麼甜 但是 搖桿非常好 所以呢 既然 肉不是很甜 搖桿不是很好 那是什麼醉雞 你醉雞 酒味一夾下去 根本就沒有這個甜味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雞配好 然後呢 第三名的是 是那個 那個 額美 額美的那個雞 額美的雞 因為本身是鬥雞的血統 鬥雞的話呢 如果是鬥雞 它本身的雞纖維會比較粗 所以呢你要去做白掌 相對上搖桿就沒那麼好 可是做什麼很好 你們知道 是嗎 高九七 對 這啥 安安鴨最好 又烤的安安鴨 那個又自己烤出來是最好吃的 所以呢 我也覺得說 我們這邊實際上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機種 每一種實際上都有它最好的適合的一個 一個 那個什麼 豬法 起來會最好吃 OK好 那我們呢 過去這幾年裡頭 像美南那邊 他在奧萬娜那邊養 他已經養過我們那邊 鴻魚 心意 心門 他養過三種雞種 然後呢 骨關那邊 骨關那邊比較多戶 所以骨關那邊呢 連鵝莓雞 連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豬奇雞 他們都抓去養了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養完 以後才知道 哦原來這個雞 每一隻吃起來 口味都不太一樣 甚至呢 同樣的 鴻魚土雞 OK 在那邊有的種柿子的 平常每次的時候蔬果 就把那個半生不熟的柿子 留給他吃 有種梨枝的就留給他梨枝 有種香菇的就留給他吃香菇 同一種雞種 不同的這些副産物 餵出來的雞 口味也不太一樣 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會發覺說 其實這個就是土雞 OK 那為什麼土雞跟 跟我們講的這個白肉雞 會不一樣 跟我們講的烘蛤會不一樣 烘蛤雞 OK 實際上就是土雞 它保養我們這個原始的雞種 那我們這些雞 維持在我們的中醫大學 三十幾年 每一隻 OK 我們小雞出來之後 會在他的翅膀上打上一號 所以打上這個一號 我就知道他的爸爸媽媽是誰 OK 一樣他的爸爸媽媽當初也是打上一號 我也知道他的阿公媽媽是誰 往上可以追三十大 從每年一代 OK 每年一代 所以我們三十年 我們學術單位在做的就是這個事情 那當然過去我剛剛講的 我們系上的老師 辛辛苦苦的保了那麼久 三十幾年真的很辛苦 那真的是默默無穩 OK 那就是做這件實力不倒好的工作 每年 你看 從中回會 顧布國經會開始 我們每年就這樣吐車 好不容易大概從兩三年前 三四年前開始 那個時候 接門機回家 公司報導 接著呢開始 那個什麼 一連串的節目 或者一些雜誌 開始報導 每會的幫助那個 大午部落的一個員工重建 接著開始有 一連串 像我過去這一年多也 起碼五六個媒體 新聞也好 那個雜誌也好 他要來訪問我 像 今天下午六點 九十七點三 那個什麼 五點音樂台 我上個禮拜才去接受他們的一個訪問而已 就開始 哇他們才知道原來土雞的可貴 原來我們中心大學 OK保養我們中心 這個台灣古老的這些機種 我經常有事沒事的就會接到機能說 你們那邊有什麼機能 我能不能賣我 像我大概兩個月前 有一個機能打電話給我說 我是你們信上哪一個老師的這個朋友 我要用你們的中心土機 那個中心風雨1980 你那麼一個月給我一千支小機 我說你慢慢等吧 給你一千支 給你一千支 那我其他人都不要給了 OK我們那一年大部分 了不起大概就能供一萬支小機 我一個月給你一千支 那我完了 其他人都不要給了 而且呢各個逛 我就跟他講 我們主要是要幫助這個所謂的小童 特別是這個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優先供應 OK那我剛剛又講到了 本身我們 那個什麼 整個經費的 有限的情況下 賞利有限的情況下 那我們也是盡量 OK想辦法看能不能把這個規模擴大 所以呢 在我們整個 OK 在我們整個的這個部分 你剛剛可以看到的 我們從呢大概從 呃四年前開始 OK四年前開始 我們每年 我們再養的成績 大概兩千五 每年更廠 呃更替的這個除菊 大概有六千 然後呢從大概三年前開始呢 我們額外的會生產出來的小 小肌供應給這個所謂的 呃原住民的這個所謂的 呃 呃養肌的這個計畫裡頭呢 我們大概每年都 估計都養出來了 兩千到七千左右 那我們今年大概 預估會有八千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正在 積極在做一個所謂的 呃 異地保守 因為我們很怕 萬一不小心 我們那邊的行流感 那完蛋 全部撲殺 所以我們也很怕 一撲殺是三十年功夫全廢的 所以呢我們開始 把我們各地各不同的這個機種 推到各地各種的農業 比如說烏尾農工啦 森文農工 這幾個地方 我們把它推過去 萬一我們那邊被撲殺 那邊還有種 我們可以把它再拿回來 所以呢 這個也是我們在講所謂的 異地保守的工作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幾個 呃原住民的這個部落 我們協助他們在這個所謂的部落裡頭 這個養肌 然後呢除了技術上的輔導 之外呢 我們也幫忙他們做所謂的 行銷推廣這個部分 那比較成功的 你們也看到的這個地方 那谷關中林部落 他們把它稱之為李三機 然後呢 美南那邊的 他們把它稱之為阿萬大的風風機 然後呢 剛剛美惠老師那邊的大無聲機 然後呢 花蓮送風箱的 他們叫做烤石機 那當然金門縣政府 因為這個是有金門市 訓事所的一個加入 所以很快 ok 兩年而已 六百隻就變成兩萬隻了 ok很快 金門機 那甚至 一個月前 還有金門的民眾 直接來台灣 跟我說 他跟金門縣政府要機 要等半年 每個人可以免費拿三十隻 他說太慢了 他實在等不及了 ok 你上來我們都沒幹什麼嗎 直接到我們牧場 然後呢 要我們去教他 如何辦公機採機 如何做人工授機 他自己那邊有幾隻公機補機 他要自己生產比較快 ok 因為金門縣政府 給他三十隻 要等半年 他嫌太慢了 好 這個是 我們 那個什麼 金門機的部分 好 那這是剛剛的這個機種 然後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機設的一些內部 這是我們養小機的地方 ok 那這是我們養總機的地方 然後呢 這是我們 我們從一進門進去的右手邊 這邊我們大概有十七棟的這個機設 好 下面這個 這個是我們新建的一個屠宰場 我們花了大概 建物的部分加設備的部分花了 大概一千多萬 我們建的一個小型氣冷式的這個屠宰場 那 在台灣所有的屠宰場裡頭 ok 我們大概是第二個 ok 第一個大概是福壽建的 ok 他們 他們那個是非常大揮舞 那一天就是殺上萬隻 那個是上億的一個造假 那我們呢 這是一個非常小型的一個屠宰場 一天大概殺五百到六百隻 像美男生都有去看過 他說他就知道 那我們這個屠宰場呢 呃 跟傳統的不一樣 就是它是只有一個氣冷 而不是水冷 當這個雞我殺完以後 我要把它的溫度降下來 ok 要把它降下來的時候 傳統的方式是把它放到冰水裡 ok 十隻一起放下去 那很簡單 你只要一隻有細菌 其他要開始汙染其他 ok 因為大家在同一同水裡 所以氣冷的汙染相對比較高 另外一個 氣冷 你把它進到水裡 進一個鐘頭 很簡單 它肉一定吸水吧 對吧 所以這個肉質口感一定比較差 ok 這個是它的一個缺點 好 那氣冷的是什麼 這個雞我是吊著 在冷氣裡頭給它吹乾 ok 所以呢 相對的 氣冷一定是什麼 好電 時間要比較久 它沒往下水冷那麼快 ok 要耗電 所以外面的土耳塔 大部分不喜歡氣冷 另外一個缺點是什麼 因為氣冷魚 吊在那邊 用冷氣吹 你的表皮會變得乾乾的 慢性不好看 比較不會那麼好看 相對於這個水冷式的來講 另外一個 吹能有一個什麼 我把這個雞進到水裡頭 雞肉會不會吸水 會 這個肉會大概多5%到7% 所以呢 我只要100公斤的肉下去 我可以多賣5公斤 7公斤 為什麼不好 所以我當然外面的土耳塔 當然喜歡用水冷的 所以台灣目前為止 就福壽 先蓋了一個氣冷式的土耐場 然後呢 我們蓋了第二個 ok 其實我們設計比較不少 我們比較少開始 只是施工啊 各方面什麼的 我們拖得比較緊 尤其是 我們這是在學校的牧場的用地 我們光這個公文 牧場 牧場是 牧場用地 而且我們這是學校單位 所以是文教用地 我們光跑這個公文 跑了4年 ok 跑了4年 好不容易內政部同意 ok 讓我們變成低 我們才能變成工廠用地 才能去蓋這個屠宰場 搞了 我們之前的陳志望老師搞了4年 那我們就是 好不容易找到一張 民國72年 還73年 一張教育部 給我們的一個公文 ok 當時呢 這個我們的文教用地 我們說我們要蓋牧場 他允許我們蓋牧場 同時後面多了一句話 就多了一句話 以及其他用途 齁 我這不為真的是 沒有那句話 真的收取不過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這個牧場 我們也才有辦法拿到 所謂的牧場登記 然後才有辦法去做 地木變更 變成工廠用地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蓋了一個所謂的這個 土災場 旁邊這個地方 我們蓋了一個乳品架工廠 ok 所以我們未來要把 我們在校內的這個乳品架工廠 你牽來這個地方 ok 這個真的是 Pepalogue搞了大概要4年 好 然後呢 回過頭來 這個時候呢 我跟你們看到這一張就是 從大概 2013年 情流管爆發完以後 ok 2014年 我們的農委會 開始禁止傳統市場 殺火雞火壓 也就是火警 不能在傳統市場裡頭上 一定要在屠宰場殺完 然後呢 才能送到所謂的 的 市場上去去 所以呢 回過頭來 你可以看一下 過去 這些雞農養出來的雞 他可能賣給盤商 這個盤商 他可能給航口 航口最後到傳統的這個市場 的雞飯 由他來這個販售 可是呢 因為以前是在傳統的市場 ok 在雞飯這邊殺雞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你 每一個環節這個地方 特別是從盤商 大航口到雞飯這個地方 不容易被拔死住 所以呢 他的這個所謂的 那個什麼 整個說 整個公益店的這個部分 要多元化 可是呢 當呢 開始要變成屠宰場的時候 你可以從雞農從盤商到這個地方 航口就不見了 以至於說 你是盤商直接找大型的屠宰場 大型的屠宰場 又可以來跟這個地方的雞飯講好 你這個雞飯 你不要 你不買我的雞 那我就不賣你 ok 或者說你一定要同時 比如說你一定要給我 進800隻 500隻 你要進個200 我們不要太少了 ok 於是呢 這個地方可能開始萎縮 這個地方也開始萎縮 所以會變成什麼 壟斷市場 然後呢 民眾的選擇會越來越少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結果 實際上連帶的是什麼 土地的市場開始萎縮 ok 這個是我們都有數據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都還記得 今年的元月初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開一個座臺會的時候 台北的那個民眾直接就講 既然這些雞這麼好 為什麼在太陽市場買不到 很簡單 就是這個地方 會被我亂掉 ok 因為你的這個大型屠宰場 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這個 這個雞量這麼少 為什麼要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這個雞販公 這個雞的土地 要嘛 要嘛起碼個500 你要個100 200 我就不想賣 所以很多 這個變成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以這個來看 在這裡 情流感爆發完以後 民國102年 爆發情流感 我們從102年開始 進載活雞 這個地方是白色肉雞 這個地方是有色肉雞 我特別把這邊圈阻啊 防土雞加土雞 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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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魚跟黑魚土雞 一般的紅魚跟黑魚 大概養12個禮拜 可以送殺 ok 再養過去 經濟效率就沒那麼好 所以一般紅魚跟黑魚 大概12週左右 10到12週 ok 如果是存土雞 起碼大概得到16週以上 ok 最好是大概20週 不僅 18到20週 這是最好送殺的這個 年紀 然後呢 在這裡頭 所謂的 在農委會的官方的認定裡頭 他把這些全部算作土雞 他不管你是紅魚的也好 黑魚的也好 或者真正的土雞 他全部把它叫做有色肉雞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從97 101年 這邊把它畫下去 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整個市場 土體的重量也好 產值也好 OK 你把它計算出來 市數也好 我們把它這錢比 全部 大概沒收掉了15% 那很簡單 就是 今天我是一個小農 我養了100隻 200隻 這個時候呢 我養完以後 這個季我要送哪裡殺 因為剛剛美滿天 他們 就有講到他們辛苦了 然後美會也有講到他們辛苦了 然後那個屠宰場 他根本不願幫我殺 我一天是殺幾千隻 為了你那200隻 我整個生產線都要變掉 他們根本不願意變 他們殺的都是什麼 他們殺的都是紅羽 都是黑羽 規格很一定 你的土機有大 有小品種又不一樣 有功的有武的 很麻煩 他們根本不願意幫你殺 OK 所以這變成說 一個很重要的圖展館 然後接著能量的運輸 這個也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時在做這個 所謂的傳統市場 近載活潛的這個部分 其實農委會有規劃 很多的一個配套措施 可是 沒想到當時情流感一爆出來的 就急救張 那些配套措施就不管了 直接就是 防檢局一道命令 就是所有的 傳統市場近載活潛 然後呢 後面本來想要做的配套措施 根本就沒做了 以至於到現在 其實這個配套措施 也沒有補得非常非常好 OK 所以我們就會發覺說 這些小農 養的這個存土基的部分 突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去年的時候呢 農委會他們也看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呢 我們在重設這個 所謂的這個 小型的這個屠宰場 我們當時一剛開始 只是想說 教學研究的一個用途 我們還沒有想到說 去幫這些小農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欸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完後 然後農委會現在反過回答說 希望我們那邊 可以當作一個小型的示範場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 可以當作一個 一個在地化小型的 一個社區的一個屠宰場 一天就是殺五六百隻雞 然後呢 可以幫助這個小農 他去殺他們這個 有特色的一個 土基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從呢 大概三年前開始 我們開始做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原鄉原住民的 飼養土基的這個部分開始呢 像我們今年呢 就是跟教育部申請的一個 所謂的社會關懷這個計畫 那這裡頭呢 我們把 這裡頭呢 整個的架構 我們把它分成這個四個部分 一個三角形 然後互相對等 最原金核心的部分 當然就是原住民的這個 養肌的這個部分 看它的任何的一個技術 OK的部分 然後呢 以及我們想要推廣這些農校的師生 那當然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有一個輔導的一個技術團隊 有一個所謂的 看它有趣發展的一個團隊 另外當然有一個所謂的 行銷推廣這個團隊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當時的 一個構想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接著呢 在做這個所謂的 原鄉的部落飼養土地的這個部分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第一個 你要把它想像 你是在養雞的一個產業 而不是後院養雞 你後院養雞 無所謂 你雞要怎麼 講到把 就是長得慢一點 無所謂 我隨時要殺都可以 可是聽聽 一個概念就是 你這是一個所謂的 養雞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一批雞 兩百隻下去 就是兩百隻同樣大 同樣送殺 所以呢 你要希望你這兩百隻雞 同樣的一個規格 同時呢 希望這兩百隻雞 是達到一個經濟的一個規模 而不是後院式的一個養雞 我這樣有剩什麼 就給它餵什麼 OK 所以回過頭來 你要雞 OK 長得大 那一定要吃什麼 一定要吃飼料 你如果吃飼料 就給你點多 而且這個飼料 因為飼料你配得好好的 裡頭的營養需求都很好 OK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要配合什麼 你們當地的一個復產物 OK 我剛剛講到的 我們在古關那邊 種梨子的 種田式的 種香菇的 餵出來的那個雞的風味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你用一個 那個什麼 商業上的一個飼料 配合你在地的這個農業復產物 OK 當作一個補充 然後去養你的這個土雞 一個小規模 你的這個友善 你的雞大部分都是放牧 可是少部分的時候 你需要這個雞 要回你的雞聖 為什麼 掛風下雨 像今年的雨很大 OK 像美南那邊 他在萬旦那邊養雞 OK 因為今年的雨實在太大 那個雞都長得不好 所以不是說 自然友善的一個 就是把雞完全放到外面 不是 你還是要有一個讓它刮風下雨 可以躲雨的一個地方 所以一個小型的這個雞聖 還是需要 當然大部分的時間 他是在外面 OK 真的說連叫五天雨 你還是要把雞趕進來 OK 特別是如果是小雞 前面一個月還沒長大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雞 OK 讓它大一點再把它放養出去 OK 這個是我們很強調的 一個所謂的 很友善自然生態 然後一個放養的一個方式 然後呢 這邊我特別把你點出來一個 要強調一個就是 不用養 我們一直不敢強調說 我們養雞是有雞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都不敢確定 飼料裡頭的原料是有雞 那我如果告訴人家說 我養的雞是有雞 OK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所有的是 全世界生產的玉米 85%都是 基因改造的玉米 全世界生產出來的大豆 70%都是基因改造的大豆 那當然 美國跟歐盟一直在炒 基因改造的玉米跟基因改造的大豆 到底是不是自然 OK 到底是不是有雞 這個是我們沒辦法去主導的問題 美國說是 歐盟說不是 兩個一直在那邊炒 那我們在台灣夾在中間 台灣的飼料 90%以上的這些玉米大豆 都是國外進口 所以一定大概都是雞感 我幾乎可以跟你講 所以我們沒辦法告訴人家說 我這是有雞 但是少告訴人家說 我不用料 我不用料 那不用料 你們現在去飼料行也好 或者叫飼料廠送來的飼料裡頭 你一定要問清楚 它是哪一種料 那幾乎 OK 大部分的時候 裡頭都會添加非常少料的抗生素 當作促進生長使用 OK 這是合法的 那當然 歐盟是完全禁止 歐盟從2013年完全禁止飼料裡頭添加抗生素 當作促進生長用 美國還沒禁 但是禁到剩下 可以使用三種抗生素 然後呢 台灣也開始禁 台灣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像剩下7種還是8種抗生素 但是 那個什麼 它有規定 你只能用多少個劑量 多少之前要停飼料 OK 可是這BG還是用飼料 OK 那一般來講的就是 這個雞到了要賣出去的錢 OK 如果是白肉雞 大概就是前兩週 你不准用飼料 如果是這個土雞 大概就是前六週 OK 你不准用飼料 那問題是 我要告訴人家說 我的雞從頭到尾都不用飼料 因為你在小七期跟中七期的這個飼料都有 只有在大七期才沒有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跟我們系上的老師 我們想了好久 最後我們想出一個方法就是 你用所謂的蛋大雞的料 一般一隻雞 二十個禮拜 可以下蛋 然後呢 十二個禮拜 到大概二十個禮拜 這個部分呢 這個時候你給它吃 它裡頭可能會還有一些飼料 而且呢 裡頭的那個什麼 呃 營養份的組成會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跟我們系上的老師想了好久就是 你用這個所謂的空白料 或者所謂的蛋大雞的這個飼料 然後呢 蛋大雞的飼料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裡頭的蛋白質不太夠 因為只適合蛋雞 蛋雞體積很小 那個樣 大家看過蛋雞吧 一隻蛋雞體積才多少 1.5公斤 可是它一定可以下一個蛋 可是我的土雞呢 我的肉雞呢 一直都長到2公斤 3公斤 所以呢 你如果光是給它吃 這個所謂的 的蛋大雞的樣子 它長不快 因為蛋白質不夠 所以蛋白質不夠怎麼辦 補充大頭部 OK 人家說豆腐 人家雞胃以為會有豆腐 把它補充下去 大頭部就是要補充它 這蛋白質 所以呢 包括美南那邊 包括 像谷關那邊 我們也都是跟他們講 你就是用蛋大雞的料 然後呢 可以標榜 你養出來的雞 是從頭到尾不用養 很自然 很生態 然後呢 所謂的友善式的一個方法 當然 你不能強調說 我這是有機 因為畢竟飼料裡頭 我們都不敢講說 這個飼料應該是有機的 所以這個是 我們 希望強調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這些雞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強調的是 它是一個說 剛剛美惠有講到的 它是兼顧一個生物多樣性 以及一個永續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你的量一定不要大 OK 第一 量不要大 第二個 很重要的 我另外一個提到的 假設我這邊我有一塊地 假設有一分好了 我有一分地 我要養多少雞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想像 你把它除以二的概念 OK 也就是說這一塊地一分地 我假設我養三百隻 我養了三百隻完以後呢 我把這塊地切成三份 我養三百隻 三百隻 假設這個雞 養五個月可以賣 OK 二十週嘛 五個月可以賣 我養了二 那個什麼 養了兩個月完以後 我第二批再進來 所以呢 兩批之間是差兩個月 第三個地方是空的 等到呢 這一 第一批進來的 養到二十週大的 可以賣的 OK 賣出去 OK 這個時候呢 我的那個什麼 第二批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大概兩個 兩個都越大了 我再進下一批 但是下一批小雞 養到哪邊 養到第三個地方 空的 一剛開始養的 第一批的那個地方 是空的 然後呢 為什麼 因為當你雞養久了 雞會在那邊大便 雞會在那邊小尿 或多或少 這一塊地方 一定會有一點 污染的這個部分 你就讓它空在那邊 OK 足足兩個月 完全讓太陽曝曬 順便什麼 OK 因為呢 我們的雞如果養在放牧室 養在戶外的環境 你的那個所謂 寄生蟲一定會 機會比較大 跟雞把它關在雞射裡的 完全不一樣 OK 因為在雞射裡的 我們可以完全可以公視 可是你到放牧室的 很容易碰到所謂的 寄生蟲的問題 特別是所謂的球蟲 所以呢 你讓這個雞 有一塊地方 兩個月完全曝曝 OK 甚至有些時候 你把土在翻一翻 讓太陽曝曝 這個都可以減少它那個機會 這個就是一個強調的一個 很小規模 然後呢 一個很有機勢的 一個輪座的一個概念 一個輪座的一個概念 這個時候呢 都可以把它的一個所謂的 那個叫什麼 兼顧到這個所謂的 永續利用的這個部分 OK 化費到最大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很強調的 就是 你明明可以養五百 我真的不要養到五百 OK 我就是養到兩百五 然後我裡面要碰出一塊的地方 OK 有一個輪座的一個概念 OK 像美南那邊 都是用這種的一個方式在這個 這個飾養 好 然後呢 另外呢 在這個所謂的總圓的這個部分 我剛剛有提到的 我們那邊呢 有個十種不同的機種 OK 那某一些 那個什麼 就是說 你們想要養不同樣的一個土機 或者怎麼樣 你都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想辦法提供給你們 那目前 這個部分 最熱的還是這個所謂的中間風雨1982 也就是我們用D跟奶油肚去配出來 就是1982年當時的原子人還會品激 那除此之外 其實其他這個機種 我剛剛講的 每個風味都不一樣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會有這個 固定 我們的 那個什麼 二十種不同的機種裡頭呢 我們的學生固定 我們一年就是淘汰一次 就是一年一代 一年一代 老了 老雞就賣掉 然後呢 小雞就給他再長上來 然後呢 在這一段期間呢 就是給他母雞生蛋 然後呢 生出來的蛋 如果沒有配種 我們就拿去賣 有配種 這個蛋我們就拿去服小雞 然後固定 我們在做這個配種的時候 就是 採公雞的機率 達到母雞的體內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知道公雞是誰 母雞是誰 然後呢 現在出來的蛋 我們上面就有助理 OK 所以呢 生出來的小雞 我就知道這次爸爸媽媽是誰 我的醫藥打上去 同時我們這樣就有辦法追蹤 那這一些部分呢 我們就會 把它協調 同時呢 預訂完 這個土雞 什麼時候出來 然後呢 是要配方怎麼做 這些我們都會帶 這些說 就是說有興趣的這個農 原住民們 我們都可以帶你們 在這個地方 那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所謂的 總員的這個部分 尋找比如說 像我們在愛航校 其實我們已經跟 愛航校的老師 談過了 OK 我們希望說 幫忙他們 把這個地方 建立起來 當作小雞的供應商 我們呢 叫他們如果這一套的 這個技術 然後呢 他們出來小雞 提供你們這邊的 這個 比如說 耐強這個部分 的一個小雞的供應 因為我們 剛剛講到的 我們一年大概只能公開 一萬隻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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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肉雞就是一萬隻 我如果一萬隻小雞 一萬隻小雞 可以當作母雞 OK 也去輸出小雞 一年只要四十隻就夠 我就變成四十萬隻 那個後面有一個很大的 層數效果 所以呢 我們就一直在思考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量 擴大的話 我們一定要輔導下面的單位 來當作我們的總雞 那我們上面的這一層 就是阿公阿嬤這一代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淵淵總雞 OK 也就是有阿公阿嬤一代 有爸爸媽媽那一代 有最後的小雞的這一代 OK 這個部分我們是 盡量要來輔導這個 所謂的總雞 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 這個剛剛美惠也有講到 當你在養這個雞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區域有多大 你要養多少是雞 你的這個雞 這個什麼 這個 就是說 你的這個 養雞的這個地方 要怎麼讓他們規劃 你的機設要怎麼辦 OK 這一些 然後晚了以後呢 對整個生態的這個評估 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說 剛要開始養菌具之前 我們可以去 稍微看一下 好 最後一個 這個其實是最重要 我常講的 我一批雞養下來 200隻 300隻 一起長大 我怎麼辦 我一定要送沙 送完沙我一定要賣 可是這200隻 300隻我不會 我肯定是賣光 那怎麼辦 你一定要跟冷藏設備 冷凍設備 OK 然後呢我要賣出去 OK 要送到消費者手上 我又不是傳統的市場 那怎麼辦 你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冷鏈運輸 OK 所以呢這個 呃 剛剛美惠也有講到 然後呢 如果有那個 這邊美囊他也養過 他也都知道 我們一定 一定要建立一個 時間一到 這一期200 一定是集中送屠宅 屠宅完以後 OK完了 接著呢你一定冷凍完 開始 OK 不管你的銷售是透過網路也好 OK 這是整個所謂的我剛剛講的 呃 那個 房檢局規定出來的 呃 活情 進載活激活壓的這個部分 OK 自己吃 例外 OK 離島 例外 另外在這個地方 3D的原住民鄉鎮 的民售市場 只要他們縣市府同意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們可以在傳統市場上 OK 這個在原住民鄉是可以 你就能愛上升可以 OK 也就算你們蔡市場這個人 也要是可以殺雞 可是 今天你是要賣到平地的消費者手上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最好還是 統一屠宰場 OK 殺完 同樣可以努力的供應 你在這個地方殺完 殺完以後呢 你還是要冷凍啊 不然如果送到傳統的 那個什麼 送到山下給這個所謂的消費者 除非是說我在這個地方燒完 你總馬上拿走 OK 但是必須這個量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統進統出 OK 統一屠宰的一個概念 OK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講到的 在這個裡頭呢 行銷的這個部分呢 呃 我們之前呢 已經跟所謂的 呃這邊有 我有寫到的 跟農村發展機制會 農傳媒 甚至風田社 甚至所謂的那個什麼 呃 呃合作過 所以呢 今天呢在行銷 推廣的部分 包括林戶局 像美蘭他們也都有去參加過 林戶局的一個所謂的農產品的 推銷 呃那個什麼 呃產銷企劃 在那個呃 台北的那個花山園區 OK 這個都是幫助你們 把這個擒賣去的 的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實際上呢 呃 沟通的這個部分 我們做得很好 所以呢 那個 台北市財運銷公司說 他跟我說你有多少吃 OK 1萬嗎 1萬我保證你 一個禮拜就把你賣完 OK 這個管道都已經建立起來 所以呢 行銷的這個部分 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下一個呢 當然就是什麼 你如何塑造你當地的這個特色 OK 你如何塑造你這個當地的特色 就很重要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的 欸 那個 古關那邊的 他們就有一個他是 一剛開始他做出來 其實他就叫舔式機 因為他是死舔式的 OK 然後呢 啊 那個什麼 你們可以看到的這個 這個是美南那邊的阿萬大機 OK 他已經打出他的一個品牌的這個部分 特別是他下面的這個部分 那個 那個 臉中科大的學生 幫助那個所謂的 任海鄉去行銷 那個所謂的 阿萬大的這個機 他把這個阿萬三的一個 那個行銷的這個部分 得到那一年度的一個 所謂的 那個品牌行銷的一個 發展的最佳設計獎 OK 這個在臉中科技大學 我們一上都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們得獎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 這個應該就是美南 對吧 OK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阿萬大機 那這個是應該打出品牌 那我就講 你這個品牌一定要把它打出來 OK 那當然你這個品牌打出來 你就要去塑造 OK 比如說你們當地有什麼 你們當地有什麼樣的 年生古蹟 或者你們當地有什麼 那樣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 一個副產物 就可以把這個行銷 OK 把它塑造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 打品牌的一個概念 那像這個古關 OK 他們把它叫做 所謂的古關的這個禮商機 像古關的這個禮商機 古關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光光的一個景點 OK 他們每批機三五百隻進去 我跟你講他拿出來賣的 都不到五十隻啦 古關那邊自己就已經把它消耗掉了 OK 那邊的光光客也好啦 那邊的新聞好友啦 然後包括那邊再一定有餐廳 然後他們有些人有犯民宿的 一下子就五百隻機 OK 一下子就沒有了 大概拿出來賣的 都是二十隻 三十隻五十隻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如果本身這個像 那個 仁愛這邊 物色這邊這個光光景點 尤其上面又有 又有那個 那個清淨 OK 我下個月還要去清淨而已 清淨的 那個光光發展協會 邀請我說去 他們那邊也有興趣 OK 那我就想說 喔清淨這邊有 一千隻進來可能出不去了 全部都在那邊消耗光 OK 這個就是 你如果本身這個光光 必須吃到 這個東西要把這個品牌打出來 非常非常的好賣 OK 這是古關的阿萬道轟轟機 這個就剛剛講 美惠的那個大五升機 這個最原始的 啊 始作俑者 大概就是美惠 OK 然後呢他們打出了這個 所謂的大五升機的這個 這個 這個名號 然後呢 接著呢 啊 兩年前開始 啊 兩年前開始 五官的 五官的李三機加入 然後呢 那個美南漢那邊 阿萬大 鳳鴻機也加入 然後呢一下子就把這個 啊 就說 名號把它打上來 特別是 啊 阿萬大的這個部分 美南那邊呢 他們得利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 一個 行銷的一個推手 阿萬大那個 領館處的 那個誰 林國山 一個機政 OK 他很會做這個行銷推廣 他配合林務局 他的一些活動 他們這個阿萬大 這個公司推出去 一年多就已經打開名號 剛剛美惠老師那邊的 那個阿萬大 那個什麼 不是阿萬大 那個大五升機 他們大概推了四年五年 才推出這個名號 阿萬大那邊 一年就成功 所以其實這個行銷 這個部分就很重要 會不會借助網路 會不會借助一些 宣傳的活動 把它推出去 OK 然後呢 再回頭看一下 然後呢 在這個 呃 行銷的這個部分呢 我一直常講 OK 下面這個 然後呢 我剛剛講的 這個機設呢 我一直強調的一個就是說 你呢 要有讓機的掛空 躲雨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那時候呢 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這種活動式的機設 它可以拆切 OK 我一塊地 我切成三戶 我有兩棲的地方 蓋兩棟 欸這個時候呢 我另外一棟 我這個時候呢 我第一棟這個機全部賣出去了 我可以把下一棟 拆到旁邊去 於是呢 讓這一棟 完完全全在太陽光 這個浮曬之下 可以去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這個效果 所以呢 我們一直希望的是 做類似這一種 然後呢 這個機的樹木標 如果說你的機很多 就可以 要多動一點 一個所謂的分居 去流生長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然後呢 剛剛講到的 要塑造你本身的一個 這個機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 本身 你這個機的品種 那我剛剛講到的 這個機的這個品種 我們中心那邊 有20種不同的機 看你要選擇哪一種 而且呢 我相信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說 我們中心那邊呢 保有了20種不同的一個 機的這個品種 都是非常原始的 台灣的本地的一個 機種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飲食的特色 OK 然後呢 啊 怎麼講 剛剛講到的 有沒有特殊的一個 飼料的一個 的養法 你們的農產 副產物是什麼 用這個地方的養肚子 這些風味都不一樣 這個呢 才能夠把外面的這個市場 這個區隔 OK 把它做一個區隔出來 才能達到一個所謂的 建立一個特色的一個 部分 OK 那像比如說 你在做這個 呃 區隔的部分 像 像有句話 叫做 骨坑咖啡 是不是說 骨坑咖啡都已經 用到爛了 OK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行銷過頭的一個 一個行銷的一個方式 或者說那些行銷用語 什麼 呃 不純砍頭啦 或者什麼什麼 減肥重量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 呃 那個什麼 呃 就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廣告用詞 像我昨天 才有一個農民打電話給我 他也很有興趣 然後人家養肌 你知道他這樣 他在種什麼嗎 他在種 茶油 茶素 去提煉苦茶油 然後呢 而且他強調了 他的苦茶油是什麼 有機式的工作 我那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 欸 這個有賣點 我說你的苦茶油 苦茶油去煉完以後 是不是像那個渣渣 你那個渣 你那個渣 拿去餵雞 OK 這個苦茶油肌 我說欸 這個就有一個行銷的一個品牌 這個是 當然你如果把它塑造出來 這就是一個 更何況你又可以塑造你的苦茶 OK 整個的茶園 是有機式的一個茶園 OK 這個時候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就一個很大的一個賣點 如果你把它塑造出來 第一個反應我會想到 苦茶油 因為我們苦茶本身對身體是健康的 譬如之前幾年那個食安風暴 那些茶 那個什麼 那些 劣質油的問題 或者飼料油的問題 我知道 北部好幾家 以前都已經快要倒掉的 那個 練苦茶油的 現在又正經了 原眾開始回過頭去買土茶油 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欸這個有賣點 那看你如何把它塑造 OK 做起來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 特別是這個所謂的 援助你的這個商區的這個部分 你如果來養這個土雞 OK 你的這個部分強調不用藥 你的水質沒有問題 然後呢 你又有一個所謂的 援助你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一個特色 同時呢 你本身 OK 是在一個放養的 放傷的一個觀念裡頭 然後呢 對自然友善 這些呢 實際上的都是很容易的 去得到一個所謂的消費者 認同的一個 這個概念 OK 然後呢 我們以來看 法國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雞 叫做紅飄雞 這個紅飄雞呢 OK 你看他 他每平方比頂多 說規定的很好 每平方比頂多十一隻雞 每個氣氧物僅能有四動 每批隊都整個一萬七千隻 這個都是一個日本非常有名的 一個品牌的這個紅飄雞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他這裁 限量生產 就是某一年的某一萬時間生產 其他時間沒有 OK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 換我這個紅飄雞 甚至他們連 他的這個服務 為了這個飼料裡頭 是什麼樣的一個部分 OK 全部規定的非常非常的一個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的 他們也是一樣 OK 在地的一個圖長 然後呢 這個也是氣冷室的一個圖長 然後呢 打出來的一個 一個雞的一個規格 OK 一個一個紅飄雞 這個是非常 那個什麼 法國很有名的一個 在地的一個土雞的一個品種 然後打出以後 法國紅飄雞的這個部分 另外我們來看 這個海南的文昌雞 這個我們相信你如果去大陸 很多吃過海南雞飯 我先 兩天前 在我們中心那邊才吃 我第一個想到說 這哪能吃的海南雞飯 這難吃 OK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這個不是紅飄就是黑雲 好 那這個文昌雞呢 OK 這個 在廣東的南邊 跟海南島那一大 這個是一個幾百零四雅的 歷史的一個雞種 皮很薄 骨頭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呢 肉質非常的滑 OK 然後呢 一樣 你只要好吃的雞 就是長得慢 那長得慢怎麼辦 很簡單 大家只要去念過大學的就會 欸很簡單 我就去找長得快的雞來配 一配的結果 完完全全 它的味道就掉了 OK 完完全全的味道就掉了 我知道上路那邊 是跟澳洲的蘆化雞下去配 OK 整個味道就掉掉了 然後呢 那個雞的骨頭就越來越出 崩溫就不用像以前那麼好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開始這個品質下降完以後呢 回過頭來 他們 廣東和海南島 又回過頭去去原始的鄉下 找春種的文章機 再回過來呼籲 OK 為什麼 因為 最重要的就是好事 才是最重要 所以呢 我想講的 一樣台灣有這個問題 包括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剛剛 那個 呃 送到各個地方農校 去保種的這些 EV保種的這些基礎 說實話 我們送了四五個農校 做得最好的是生活農工 OK 我們送給他們的 是民股無土雞 那個 日本的民股無土雞 你看 送過去到現在大概六年了 他每一代之間 OK 他都做得非常好 爸爸媽媽是誰 他都做得非常好 完全不會去混掉 可是像我們送給 台中高農 或者其他農校的 大概都三代 三代他就混掉了 OK 那混掉的結果就是什麼 進行雜交 OK 很多東西就越來越差 所以其實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很多的基礎 如果送到外面去 大概三代 他們就雜了 OK 他可能就跟別人 亂混的結果就是 全部找在一起 OK 你的峰位就不一樣 OK 你的峰位就沒辦法區隔開來 那我剛剛講的 這二十種基我全部都吃過 每一種的峰位都不太一樣 像我那個 兩個月前我在古關的時候 四種不同的基全部白斬 而且呢 完全 蓋起來 讓你不知道這個基種 你們來評評 我第一口吃到那個 心力基的時候 我第一個咬下去 哇怎麼這麼甜 是不是有放糖 第一個感覺是這樣 結果全部是白斬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每一種基的這個峰位 實際上都有它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 在學校裡頭呢 我們把這個種保下來 就是讓它不要混 讓它維持它的一個純粽 OK 這樣子你才能夠區隔開來 OK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剛剛講到的 大陸的海南島那邊呢 他們就開始 去把這個 文昌基規格化 OK 它的一個飼養的規格化 OK 然後包括它品質規格 哇 甚至還做一個所謂的 品牌的一個標章 OK 又把 我剛剛講到的 這已經混掉了一個文昌基 回過頭去 又把它覆益回來 其實台灣也是類似相同的 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肚雞 OK實際上當作也很好吃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越來越難吃 因為長不大嘛 長不大 我就拿 拿那個長大的心去配 像現在的 我每次只要去吃喜宴 OK 雞湯也上來 烏骨雞 第一個就看 這哪滿隻烏骨雞啊 你臉都烏烏 OK 然後呢我老婆每次就罵我職業病 OK 然後呢我那時候開始跟我老婆講故事 我說你知道嗎 台灣的烏骨雞本來很純的 可是後來為什麼不純呢 始作俑者是我們系的一個學長 我是我們系第三十屆畢業生 我們系的一個學長 第七屆畢業的 OK 我們系上許正永老師的同學 OK 當初他大學畢業退伍完 以後回去吸螺氧雞 他就嫌這個烏骨雞長開罵 他就拿烏骨雞跟白肉雞配 於是呢現在烏骨雞同時到 大家就跟著學會了 你會配我也會配 從此以後台灣的烏骨雞就不純了 OK 然後呢一直到大概我們八 一九八幾年那個年代 OK 敘事所跟我們中心從大陸引進 一批純種烏骨雞 保到現場 OK 這個雞其實非常非常小 那個瘋的大概就兩斤多一點 OK 兩斤半 母的桶就兩斤 這就是純種烏骨雞 但這烏骨雞的十大影響特點全部都有 OK OK 那 過去呢這個幾個是我們 大概 你可以看到的這個幾個 我們今年的年初 在台北犯的一個 土雞的一個論壇的這個部分 OK 這個是我們在做推廣土雞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這個 上個月 陳志勇 岩百老師 把這個鵝莓雞 推回去這個 新竹的鵝莓香飼養 這個部分 因為他當初就來自於新竹的鵝莓 那這個部分是 那個三立 跟所謂的公共電視都有播 這個所謂的 新立土雞 回到原香飼養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更早 這個是在 2017的時候 整個金門雞 回向著這個故事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飼養的陳志勇老師 我剛剛講到的 現在大概 金門大概有兩萬隻雞 金門土雞了 從當初的六百隻 現在已經變成兩萬隻了 這個算是 我們好不容易做了這麼久的一個雞的包容工作 把金門雞給賦育回去 OK 那這個剛剛是跟你們講的 整個建立了雞的這個 土雞的品牌 大五生雞 阿灣大蜂蜂雞 然後古關的李山雞 有這個部分 然後呢 最後呢 我剛剛跟你們講到的 在殺雞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說 這些 屠宰場 他們不太願意殺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土雞 品種生殖不齊 公母 OK 體重差異很大 年紀生殖不齊 OK 因為越年紀小的雞 你要脫毛 越容易脫 越年紀大的雞 要脫毛 越南去脫 OK 那整個 殺白肉雞很規格化 沒有問題 殺紅羽 殺黑羽也沒有問題 紅羽黑羽也是很規格化 可是土雞的奇異度很大 OK 它的好處就是因為多樣性 可是它也是多樣性 所以呢 我們系上呢 蓋好那個屠宰場 我們前陣子才在四殺 我們真的就發覺 OK 我們請屏東專門插土雞的那個 那個上來教我們 真的還會跟我們講 OK 這個你們的幾乎我也沒殺過 我不知道 我先給你們一個準則 OK 往上修正 往下修正 看殺完以後再來修正 這個時候被殺的時候 我才發覺 欸真的不一樣 OK 像一隻公雞 土雞的公雞 可能接近三公斤 母雞連兩公斤 這個時候你下去 你要去練他的時間 就不一樣 你放學的時間也不一樣 你燙毛的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他就先教我們 公母先分開 先殺完公的再去殺母的 或者先殺完母的再去殺公的 然後包括燙毛的時間 OK 都會有一點點差 那你燙毛燙太久 雞肉搞不好熟了 OK 你脫毛的時候脫太久 搞不好那個雞皮都打破了 雞皮打破完蛋了 OK 賣相不好 完全民眾不買單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們系的陳士風老師 站在我旁邊 我就開玩笑跟他講 我說 欸你學育種的 我學生理的 OK 你育種的是如何把這個雞 遇到最好 我學生理的是 把這個雞的生理管到最好 我說 最後一步 你只要雞傷的不好 你我都一切免他 OK 你的種再好也沒用 你的生理部的再好也沒用 你只要雞傷的不好看 你都不買單 消費者不買單 一切免他 我那個時候 真的很深的一個感觸 我想說 我大學時代 只要看到加工 只要看到這些土産什麼的 我是 連修都不想修 我大學時代 我們的肉品加工 是必修的 OK 我剛好六十分 正好六十分 我們系被當了八個 我是第九個 OK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一切 都很不屑去上這種課 現在我就會了解 欸這部分很重要 因為最後是到消費者手上 你之前再好都沒有 你只要這一部分沒殺好 OK 真的是差很多 像我們 我們 我們系的雞 如果送到外面去殺 我們大概接觸過三家屠宰場 我們發覺真的每個屠宰場都差很多 OK 然後呢我們發覺 像我們後來 我們現在改到一個 在嘉義零九的一家屠宰場 那一家是殺的最好的 OK 那殺的雞 第一個 放血放得夠乾淨 因為土雞本身的肉顏色比較深 你放血放得不乾淨的情況之下 它本身的肉顏色就比較深了 你放你如果又放得不乾淨 它會更不好看 那個雞的那個土體的那個外觀 賣相會不好 跟白肉雞比 白肉雞完全白白的 賣相很好看 更何況 我這個雞如果又是所謂的氣能 是在冷氣下把它吹乾 它的表皮會變得皺皺的 這個時候你會更難看 賣相會更差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發覺 喔殺雞這一關真的很重要 OK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想到 無論如何一定要找那個 專業來教我們 來殺雞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的 這個雞 OK 全部到這個所謂的土雞 燙魚丸 到這個地方 OK 土體冷卻完 我們是沒有分切 我們就直接賣出去 那像美蘭那邊 它有分切 包裝 接著呢 所謂的冷凍 或者冷藏的一個宅片 運出去 這一些 你只要是 這批雞 捅進捅出 兩百三百 我充實出去 你就要考慮到這些問題 而不是所有的 後院養雞 我隨便抓一隻來殺 OK 如果是審批式的 你一定要考慮到 整個的一個 把流程上的一個問題 OK 那這是我剛剛講到的 在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地方 你們是可以直接殺 所以今天 假設你今天有開餐廳 你今天有開民宿 有民眾要來吃 你可以當場從後院 抓一隻出來殺 沒有問題 可是呢 你今天如果要正提起兩百隻 同時出去了 我抱歉 我還是建議送屠宅場 OK 不要自己去殺 OK 那這個是最後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 基障蓋好的這個屠宅場 OK 這個是我們的外觀 這是裡頭的一個 消毒生的一個運輸 這是吊掛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電源的這個部分 OK 然後這個地方 放雪 這個燙雨 脫毛 這是我們的 掏乾掏內臟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土體 這是我們的氣能 的一個方式 這個是我們包裝 這是我們的 激烈跟突兵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說 大概我們這個 已經 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屠宅場 已經大概全部都完工 設備都完工 最後就等 防潛局的一個 那個什麼 試圖場 這個試圖場 如果通過 我們就可以正式拿營運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這個屠宅場 如果完工的 在 中部附近的一些小農 或者一些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可以幫助他們 突兵這個部分 因為真的 找突兵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像 美男他們那邊 是找了好久 最後才有一個 願意幫他們殺 這個 媒體大概多少 兩百三百 四百 OK 才願意幫他們殺 這個四百隻雞 不然一般的那個大的 這個場 根本這個四百隻雞 特別是什麼 封年過節 封年過節的時候 他殺自己的雞 都來不及了 他還殺你這四百隻雞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陳老師 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們是 陳老師 謝謝